大家好 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就是204-6566 或者給電郵我們 身邊的嘉賓換了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在旁邊 Jason早晨 早啊 剛剛收到家庭觀眾盧小姐的email 想問編號3800的保理協鑫 應該就未有貨在手 想了解那個行程 怎樣部署好呢 3800 說保理協鑫來說 近來都做了一個橫行整固 整固完七七八八 都見到在上個星期尾 都有一支大圓竹就抽了上來 如果你說基本面方面 我仍然都覺得是不差的 至少今年內地方面 之前都定了光復裝機容量的目標 全年都說要達到13GW 單看你說今年的上半年 做了那個量都是3GW左右 那就是整低那10GW 去到下半年都要是加法開工 務求去到年底可以達到當初Z的目標 所以如果你說接下來有越來越多一些 分布式的光復項目 又或者一些地面太陽能電站 是動工的話呢 那我相信對於多貞龜 和龜片的需求量 都還是會有一個提升空間的 那除了你說國內市場之外 那本身在海外市場 例如日本方面 那今年的光復的頭產量 都相當之驚人 那因為拿來取代部分之前 就是關閉了那些核電廠 那至於你說美國方面 其實本身都很多的 那因為現時說中美方面 關於這些多貞龜 和龜片方面的產品 都可能還在談關稅的問題 那些叫做貿易主義的問題 那所以就可能會令到他在美國方面的出口 就有少少的影響 那但是不要緊的 即是就算我不計算美國 只是說內地和日本 和其他東南亞的國家 其實對於保利協欣來說 都已經是一個相當之吸引的市場 那再加上保利協欣最大的優勢 就是在生產成本方面 都比起同行方面 是會有一個優勢 因為說他本身每公斤的平均生產成本 說他現在大概都是15至16美元一公斤 那說全行來說 大概都要19至20美元 那所以如果你說他有這個生產成本優勢 再加上有這麼大的需求量 那我相信未來來來說 就是太陽能的發展 對於30000都一定是會有很大的幫助的 那你看回那個走勢方面 那現時就見到那個股價 就在2.7.5元 如果你說本身拿著貨 暫時來說我都覺得是可以去持有著 就不用那麼急著 可能幾格就走 那上面當然就要先留意 7月初2.88至2.9 這些高位 看看能不能夠可以衝得破 如果你說這些阻力能夠成功突破 那在上網下一個目標 就可以往上去今年3月份 就是全年高位大概是3.2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說現階段拿著 暫時先留意 給點耐性 看看能不能夠可以去到3.2元這些目標價 好 非常詳盡 多謝了Jason 在太陽能股方面的詳盡解說 我剛剛都收到李太給我們的email 他應該就看著我們的節目 因為特地不想問你 他說想問一下你6881中銀河證券 這隻股份來說 現時就未有貨 好不可以現在買入 我們看看股價圖 其實都連續四天有個很明顯的調整 因為之前來說 高位我們都說的 就是較早時份 8月4日 高位見過4.31 之前8月12日左右 都見過這個高位 先跟正 8月4日的6.31 之後現在回到一點點 都應該看好它的前景 尤其是滬港通方面的因素 怎樣看回它的保存策略 說滬港通開業之後 我都相信會有相當之巨額的資金 就經過香港這個平台進入內地去買A股 變相對於內地的券商來說 都應該能夠受惠得到 因為至少我們見到成交金額方面 或者內地人去到 重投A股懷抱方面的意欲 都會比較高一些 看到其實近期都有很多新聞 就說現在國內很多投資者 都慢慢去開回那個正銀戶口 就算你說之前可能沉寂了幾年的薑絲戶 去到近這一排 亦都是開出來去做一個trade 變相我都相信去到 未來這幾個月 國內A股的成交都應該能夠 保持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再加上你見到銀行之前出的業績 算是不差的 雖然今年上半年A股一般 令到它的經濟用金收入都有過的微跌 但是值得留意的 就說投資銀行的業務 都是增長了1.6倍 當中因為IPO重啟 就令到它的包銷收入倍增 所以如果你說IPO那邊又繼續 再加上本身經濟用金 隨著成交金額的上升 可以做好一點 那我相信它的股價 應該就不會說真的跌太多 那你說這一回合做一個調整 純粹都是消化之前在7月底那一刻急升的緣故 那你說現在落到大概5.8左右這些位置 照計都會有一個支持的 那就算你說這些位置穿一點點不要緊 因為見到下面這條上升軌 大概在5.6、5.7這些位置 那個支持力度都很大的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 我覺得都是可以考慮在大概 5.7樓嶺 5.8邊這些位置 就去吸納了 嗯 好啊 那都是浪費先 你看你給我們的電郵查詢 聽一下電話 詩小姐在旁邊 喂 早晨你好 你好 蕭小姐 早晨 早晨 我想問一下196 我是2.5以前日的 現在升到這個位置 就好沒有止蝕呢 還是我們拿著呢 嗯 好啊 兩個交易之後 是會公佈業績了 是否說集團編到196 那股價繼續向好升 先報2.15 因為昨天來說就急升 由1.98升升到2.13 那是否都要看定點才走這些貨呢 是的 這隻股份如果你說過去的一年來講 就是整體出來的業績呢 都不是說這麼理想的 那之前大家炒業岩器概念呢 那這間公司呢 似乎又做不到一個很兩例的成績 那很多目標之前定了的 但是到最後都達不到 那甚至乎你說說全中國呢 之前定了業岩器方面 那個開彩量呢 那近一陣子都說要削減的目標呢 都有成是五成那麼多 那意味著你說 所以說接下來業岩器這個概念 再炒作空間呢 就未必太大的 那但是始終說這間公司 在過去來講都叫跌了不少了 那所以如果你說這一陣 那些資金開始炒回落後的 那就有機會呢 就將這些 之前都跌得比較厲害的 那一些股份就重新就炒回轉 那你說會炒到多少呢 那我就覺得不會說真的太過高著的 那初步來講 如果你說上面看的 那今年三月初那個的高位 大概是2.38至2.4 都是有個初步的阻力 那所以如果你說這一陣子 純粹是想著短炒 可以就將那個股價的一個短期目標 就放回2.3至2.4 那所以你說之前是買得多貨的 現階段你看到勢頭不錯 那可以先拿著 那如果你說股價 是有機會彈回上去2.3樓上呢 那你就可以去到分住去套現 先拿著 初步就是看著2.3樓上呢 小小小有什麼其他東西要問的嗎 那我 想問這個5.98呢 我4.096人的 那不是說跟郭玉入家 哦OK 中外運5.98 暫時來講就回7仙 4.84元 都比较闷一点 之前有妈妈注资的概念 但是这个消息好像炒完了 现在正在横行 说中外环之前做了一个配股 集资了17亿 当中很大部分市场估计 都说将来进一步向母公司收购资产 究竟这个注资行动 什么时候才会再做呢 都还是要等的 如果你说近期没什么消息 再加上它之前的股价都升得比较多的关系 调整有机会再做多一阵 所以如果你说这只股份 你打算长摆的 其实问题不大的 我相信接下来注资方面 再进行的时候 对它的股价都会有个刺激 但是如果你说纯粹看短线的 就要留意一下 下面大概4.7左右 是一个比较紧要的支持 如果你说这些位置跌穿 在下一个位置要试 就真的有机会要落到大约4.2左右 所以如果你说这只持有多货 又打算短炒 跌穿4.7.5就可以减一减磅 好啊 多谢先了 萧小姐你的电话查询 Jason 我们节目时间有差不多了 我问你了 港股的故事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 好啊 我们休息一会先 多谢几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和email方面的查询 稍后再谈 不要走外